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选飞机能改造的 这是基本首选 吃天然的最好 大卖厂里 消费者在基改与飞机改之间 宁愿选择不冒风险 但你知道吗 台湾美人每年 吃下11公斤的黄豆 其中高达九成是基改黄豆 而且根据调查 台湾讨论基改食品议题的民众 不到三成 和欧盟的四成六相比落后一截 因为他有做改造以后 他有什么后遗症 那个不是对身体不好吗 好像非基因的 非基因的比较好是不是 我不太清楚 所谓的基改 就是说你的基因有经过变动 就是说把外来的基因插进去 或是说把基因体里面的这个基因 让它做一些改变 那现在最普遍的基因改造的特性 改进的特性 是抗杀草剂跟抗虫 基改食品争议不修 为了提供消费者知的权利 卫福部7月实施基改食品标示新制 范围从包装食品 破大到食品添加物 散装食品和餐厅 只要基改原料含量超过3% 就需强制标示 比旧制的5%更严格 但部分民间团体人不满 希望比照欧盟0.9%的规范 恢复部考虑跟进 但要立即执行还有困难 因为我们台湾 有很多方面的一个考量 比方说是经贸层面的影响 还有粮商的一个粮食的供应现况 和线性产业的一个现况 所以如果一下子要从5%降到0.9%的话 其实是有它的一定的难度 我们先把这个非估计探查率 从5%调降到3% 那当然是以这个0.9%为目标 各国基改标示比一比 欧盟和纽澳标准最严 台湾介于中间 比美国 加拿大 以及临近的日本来得严格 美国 加拿大 他们都是支援标示 他们没有所谓的强制规定 那在像纽澳 韩国 马来西亚跟日本 那他们也只有要求到 原料跟初级的加工产品 跟散装食品 基改食品标示新制 首播实施对象锁定散装食品 实际走趟杂粮行 已经看不到基改黄豆 老板因应消费者需求 早在新制上路前 改卖非基改黄豆 我们现在是卖28块一斤 那个大概是20块以下 毕竟基因改州跟非基改 他们的价位不差 可能餐厅他们还是会 会去以成本去考量 除非真的有人特别 不知道那个有影响 他们才会去改 餐厅等直接供应饮食场所 需在年底落实新制 知名连锁餐厅提前应变 不惜增加成本 目标全数产品改采 飞机改原料 怕消费者不敢上门 餐饮这边直接使用大豆的部分 已经完全改了 对已经就我们已经找到 就是非基改的大豆 在做再做供应了 那现在就只剩就是 在豆腐类的东西 就是还在跟供应商这边 做沟通做转换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也许就这样的产品 也可以就是下市再买 随着基改标示性质上路 食品资讯全揭露 但小吃摊的没有营业登记者 不受规范 成了性质漏洞 目前我们的规定是 是去营业登记的 直接供应食场所 它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标示 那至于一些小吃摊 它其实在管理上 它是比较像一些流动式的摊贩 那它不一定会在 同一个固定的位置 所以这在管理上去要求上 是有它的一个困难度 目前商务科学根据证明 基改食品对人体有害 但基改作物产生新的蛋白质 可能诱发人体过敏 也有动物实验研究发现 长期食用基改食品 可能增加致癌风险 在细胞还有动物 像是老鼠还有兔子上面 都明显的有发现 有细胞增殖的现象 还有老鼠它有致癌的 这一个发生率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在想说 人体的实验总是要经过细胞 还有动物的实验而来 所以既然这两个实验已经证实 如果它有致癌的疑虑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人的下一步 也有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疑虑 而且风险是蛮高的 基改科技在农业上增加作物 抵抗自然逆境的能力 降低生产成本 为贫穷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在医学上用来大量制造胰岛素 为糖尿病患带来福音 但当基改产物端上餐桌 消费者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才能做决定 中央社记者蔡玉婷 解育期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